他的家人 父母亲从马来西亚赶过来 的确是非常焦虑 以为吃药就没事 惊险的一个历程 主要是因为他的血压板在住院两天内 直接从数十万降到一万七 20岁女孩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求学 遭遇病魔上升 情况危机 我们医生都知道 很像是一个败血性休克 合并所谓的DIC 就是一个弥漫性血管内的出血 如果不返回他的病程的话很危险 包括他的败血会一路兵败如山倒 历经45天的住院之后 他终于康复了 我们在4月12号帮他办了一个欢送会 一个半月生命历险季 浓缩成短短几分钟分享 过程惊心动魄 但再怎么疲惫 病人的小小回馈统统都烟消云散 他也亲手写下了 对我们团队的一个感谢信 虽然他的手还没有那么有力 这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安慰 可以用眼睛 可以看出来我们的大案 是如何的爱 左脑有一个脑石直接出血 那有破到脑室 那脑室里面满满都是血块 那有水脑症也有跑出来 紧急案例一桩接一桩 缓缓到来同样令人胆战心惊 从死身手中抢救下来后 警察明竟然是棘手的失联余工 的社公司还有我们池院还有池记基金会的帮忙下 那有去找到他 他的一些本国籍的看护来帮忙照顾 那是甚至我们给他手机 然后给他装这个whats app这个通讯软体 能够让他跟家乡的远在家乡 印尼的亲友能够沟通 从医病衍生成跨国温馨情 联络上家属后如何返国成了重要关卡 那原本要请印尼他们去办这个护照 需要两个月以上 但是藉由这个我们池记公传经贸使馆组 去联络这个印尼在台旅游局局长去帮忙 所以在两个礼拜之内就拿到护照 只要病人需要的我们都能够做到 而且是全人医疗最好的见证 感觉人间最苦莫过已病 持继的从慈善开始 一直很不容易 的确是五毛钱 总是人人 这样的点跌 一直到很相信 而且很支持 在新闻 萧志杰 梁嘉明 田志忠 台北报导 除了温馨医病之外